这大城市都这样子哈 一到晚上就堵车呀 堵车 我基本上是一路从湖北 沙到了长沙 长沙还是蛮近的 从武江出发到这里338公里 就到了长沙了 别人说两湖为一家 原来都是一个总督管的 你看330公里从武汉到宜昌 都要400多公里 所以从西边走的话都没有出湖北省 你看从南走到湖南 三个多小时啊 三个多小时都能到了 还是非常的近的 湖南这边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橘子州岛 橘子州头吧 橘子州 但是不知道 那个停车场现在去有没有位置啊 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段 我当时收的就是 叫什么 嗯 万达广场 因为我觉得万达广场一般都是一个城市里面 非繁华的地方 包括五一广场啊 好像也不太远 我感觉这应该是 长沙最热闹的地方 啊万达 之前说的是万达广场 然后这个停车场 你看都没什么人 这个停车场还蛮有意思的 它不是按小时收的 它 你进来一次就收费15元 然后呢 那个时间是12小时 超过12小时就是30块钱 也就是封顶吧 24小时的话就是30块钱 就是明天这个时候走的话就30块钱 我觉得还可以吧 这应该是江景吧 对面就是橘子州了 应该是那个州中间的地方 香江 香江这些大桥 这个橘子州大桥 准备去五一广场 五一广场离这个地方1.6公里吧 骑自行车 五六分钟就可以到了 去五一广场路上 看到这里的家杨玉兴 百年老店 粉面盖码 盖码是什么玩意儿 盖码 进去尝一尝 我应该跟您说是像狠的 变成像个面 油肉 17块钱 油肉比较少 有点生菜 还有那个辣椒 豆椒 感觉甜 给了一点一点 嗯 面很烂 怎么吃得像粉一样的感觉 特别烂 然后还有劲道 这个面 和我们老的用手工面不一样 你必须吃 感觉跟粉一样 不像面 刚才我问老板知道吧 把这个杨玉兴的面 苏州那边也有一个 叫做苏州面的 也是一个中国老字号 连字体都一样的 我就不知道 也怎么苏州也有杨玉兴呢 常常那边这里也写的 所以我很疑惑 因为苏州那边有 好 问一下老板 老板说是加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有没有苏州的朋友 说一说 苏州那边有没有 百年老字号的杨玉兴 跟他们三个字的字体都一样的 也都写的是百年老字号的 中国 中国 慈名商标吧 刚才这里 碰到一个 粉丝 我的天啊 我刚刚说完那句话嘛 苏州那边的 刚刚一关机就有一个小伙子 90后 99年的 我说哎呀 我冰嘛 你怎么到了长沙来了 他刚才带我到网红打 一个墙那边去看了一下 说很多网红到这边拍照 说拍照挺好看的 哎呀 我又不拍照 所以就算了 加了个微信还挺好的 这两天 关于长沙有什么问题 我就问他了 他说明天推荐我吃早餐 还有 中餐晚餐什么的 他现在去健身了 跟我说这个杨玉兴 啊就是什么说 就是现在 当地已经不火了 原来他们小时候吃的 他是土著啊 长沙土著 然后他听说我要去无忌光厂 他说无忌光厂都是歪点人去的 哈哈哈哈 但是无忌光厂24小时不关门 随时去随时都很热了 我说这么厉害吗 好了算 那我行 那我就算是外地的 我也去看一看 去打个卡 这是到长沙看到的第一家长沙月社 后来仔细看呢 还是他的鸳鸯咖啡 长沙月社还要做咖啡 这是他本地的 能进去看一看 没想到还有咖啡 哎呀 当地这么火 咖啡人也很多呀 咖啡 咖啡不喝奶茶吗 大家喝的好像是咖啡 确实是咖啡 这个风格还蛮好看的 看这个二楼是鸳鸯咖啡 一楼刚才说错了 一楼是奶茶 所以你要喝咖啡的话就上买 而且价钱不是特别贵 我点了一个登科折柜 就是咖啡加一点桂花 配的一个美式 冰美式 然后这边你看 哦对 他才十五块八十六块钱 你看这边年轻人特别多 谢谢 好不客气啊 嗯 啥咖啡 愿意啊 叶九四点半 上面撒了一点桂花 喝的时候呢 桂花的味道特别浓 别看这边做这么一点点桂花 但是喝下去桂花的味还挺重的 然后这个豆子有点色 还行 我觉得还可以不错 已经十点了呀 十点了呀 然后他这边的地铁也关了得挺早 十点钟关门了 地铁 但是你看这 这排队的 长沙臭豆腐 所以在经典排队这么长 十点钟了还在排队 天呐 然后这里就是五一里 这是五一广场 这人的量真的是厉害 厉害 哇 这排队 哇 这个还是排队 这尝尝臭豆腐 连锁 这开一家就排一家 刚才那个也是很多人 这里 这个是五一广场 地铁出口 肯定人多 7号出口 他在外面玩过夜 我都不管的 感觉 你说是八点钟 我都相信 然后这个地铁 十点钟关门了吧 说是 那这些人都怎么回去啊 随时可见茶人约瑟哈 庙街 里面也是人啊 都是人 这警察也很辛苦啊 这么晚了还在排队 哦 还在坚守岗位啊 这么大人能量也不能下班呢 哈哈 哈哈哈 你先打着吗 你先打着呢 他真的 但是我想那一份 那后天我管过 他说你去走了 明天白天咱去 下地方管 国经中心 人家没着了 人家没着了 我这是在家里 你去干嘛 小哥 我没着了 我那 我一 我那 我那 你 我那 你 我那 我家里 你去干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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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闹啊 这都快11点了呀 哇 好热闹 这边人更多 这边是步行街 这人更多 你看这四个路口 四个路口都是人 都在等红绿灯 天哪 我感觉这比成都 春夕街人还要多呀 这边 开始放人啦 你看这边 三 二 一 你看那人 哎呀呀呀呀 下面日本的澀谷 这应该是我感觉 最热闹的步行街了 星期一 这周末不敢来呀 这个雕塑应该是黄鑫吧 二十次 应该是它吧 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 对 黄鑫 黄鑫 对 黄鑫 天哪 你看看这个人流 11点了呀 再标注一下 11点了 없어요 好 遗体 死的 有人要看 他们 των当お酷 你们看看 现在就没有 visual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这么多人干嘛 看啥 文和礼 这个也蛮有名的 我们武汉有模仿它的 好旺 而且我觉得长沙这边人这么多 还有原因不那么热 不像武汉 你看武汉到了晚上 和白天是一样的 你看我现在虽然有点热 脸上油油的感觉 但是衣服什么都没有湿透的感觉 是吧 在武汉的话 就明显感觉到衣服这块就肯定会被汗湿了 所以这个体验感气候不太好 是不是这可能也会影响到人流的一个原因啊 这里围这么多人干什么呀 我的天 又又又又这是干嘛 又是喝酒 好了不拍了不拍了 这个黄鑫这个广场 这块应该转的也差不多了 都给大家看了 这个人流量真的是可以 已经晚上11点多了呀 感觉是 难怪刚才那个本地的朋友 他说 武汉广场这个地方啊 不管你什么时候来 都有很多人 难道转中以后还这么多人吗 啊 太夸张了 但是你看摆地摊的 现在都已经开始出摊了 刚刚出摊 那证明这个人流量到晚上还是很多人 看那个样子都还没有这样 衰退的感觉 不叶城的感觉 长沙 网红文化长沙也是非常的盛行啊 在武汉看不到这种情况 来 看最后一眼啊 要是打PK吗 哇 这里好多网红啊 我的天啊 谢谢我什么歌 什么歌 谢谢我什么歌 好多人 这么说 在这就没完没了了 太热闹了 真的是不叶城了 好了 拜拜了 回去睡觉了